你剛剛是不小心點下來 來腳有辦法安起來嗎 富人倒災衝倒在手扶梯上痛得哀嚎 救護員到場減傷替他包扎 整個過程可見富人驚魂未定 嘴裡不斷 求佛保佑 靜機將他送醫救治 因為稍早前他從手扶梯上滾了下來 當時這名富人左右手提慢行李 準備搭乘手扶梯下樓出站 結果疑似重心不穩 踩空從高處翻滾 墜落 第一時間站內人員 近狀以最快速度按下緊急按鈕 但人全身傷血流滿面 事情就發生在人來人往的台南高鐵站 其實站內四處可見告示以及廣播提醒 要求提搭建行李的旅客以及孕婦 年長者行動不便等務必搭乘電梯 但實際觀察 穿越行李柱冒險上手扶梯的乘客 還是佔大多數 穿出驚魂劑之後 現在除了要求搭車乘客別冒險之外 高鐵也加派人力在旁提醒 避免類似意外重新上演 華爾新闻人員 許夫姐 劉漢生 台大報導 Hello 我是馮薇芝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